就是要没有恨人家的心,没有去挂碍人家的心去学佛,你的心会常乐此行,也就是说你会永远没有恨人家的心和挂碍此心,这个时候你的心就非常的快乐,而且你经常会很慈悲地去帮助别人。 我们可以做到没有称恨心,但是我们很难做到无挂碍心,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孩子家人和亲人以及名利全部都会有挂碍的,如果这些东西舍不到,舍不掉,那你就做不到菩萨,你可能就会与菩萨无缘了。 只有什么都舍了,境界提高了,才能修成正果。 你们知道菩萨是有境界的,为了众生可以下界来受苦救人。 而我们现在为了救度众生,我们要舍去自己很多的利益和时间,有时候我们也要付出的。 所以有一句话,舍才能得,不舍就得不到。